女儿一岁那天 我撞见丈夫高婷陪大肚子的小三逛母营店 我求婆婆帮我 她却骂我是废人一个 高婷一脸不耐烦 早看你你这黄脸婆了 婆婆阴沉着脸 谁让你这肚子没给老高家生个儿子 最终 我抑郁症爆发 从楼顶一跃而下 再度睁眼 回到了进产房前 我拍拍肚子 女儿啊女儿 以后你就跟你妈我姓了 念念啊你加油 生了这么久了 一会孩子就该出来啊 我还没睁眼 肚子一阵几乎把我撕碎的痛 就把我拉回了现实 丈夫高婷在旁边一边玩手机游戏 一边不嫌不淡的给我打气 可我知道 孩子根本没这么快生出来 前世的我整整痛了12个小时都没生出来 我恨不能跪下求高婷让我剖腹产 可他妈却不同意 我们农村哪个生孩子不都这样吗 痛一下又死不了 哪有那么娇气 我想用上无痛针减轻痛苦 他妈双眼一瞪 打什么无痛 万一把我孙子打坏了怎么办 绝对不行 产前检查医生说我盆骨比较小 顺产条件并是不是很好 建议我剖腹产 我本想答应 婆婆却一直说不可能生不出来 医生就是想多赚钱 我不好扶她面子 再加上听说顺产对宝宝比较好 就还是决定了试试自己生 可在我痛得快失去意识 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时候 去听到婆婆偷偷跟高婷说 无痛和剖腹产要多花一万多 有钱咱留着多好 何必用在这上面 你听妈的 给她自己生 最后我生生痛了12个小时 还是生不出来 医生怕孩子有宫内感染的危险 跟婆婆和高婷说了最坏的结果 他们才答应给我剖腹产 想到这些我用力攥紧了拳头 按铃叫来的医生 高婷和婆婆还以为我想让医生看看宫口开了没 医生一来他们就急急地跟医生说 医生他快生了吧 就痛了这么一会 他就老闹着要剖腹产 你快跟他说说 医生白他们一眼 我早说了产妇正念骨盆小 自己生不出来的 你们非要是顺产 再托大人和小孩都有危险 婆婆和高婷望向我 希望我自己说要坚持顺产 念念 你快和医生说你还能 剩下的话在他们看到我的动作后戛然而止 下一秒 婆婆的音调突然抬高了八度 你这是在干什么 迎着他们震惊的目光 我慢慢坐起来 坚定地朝医生伸出手 我可以自己决定生产方式 手术同一书给我签一下 我要剖腹产 我没有吃东西 现在就可以进行手术 我当然要剖腹产 前世痛得去了半条命 这一世我可得照顾好自己 毕竟后面 我还有好些账要和你们算呢 二 高婷和婆婆从没想过我会这样 都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要知道以前 我基本上都会听他们的 就算有自己的想法 得不到同意的话也不会再坚持 医生倒是很高兴 好 我马上通知手术室准备 说完就匆匆走了 婆婆急到 哎呀 又得多花钱 说完不停地给高婷使眼色 喝 一着急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了吗 高婷着急地开口 念念你怎么不听妈的话 你 这一刻 我真是发自内心 觉得可悲 高婷是山里考出来的大学生 认识他时 我就被他的上镜和不安于现状所打动 我家境优渥也许是物质上的差距 让我不自主地在精神上向他倾斜 事事都听他的 好像这样就能更拉近我们的距离 但令我想不到的是 这样没能换来他的尊重 反而越来越不把我的感受当回事 婆婆来后 我更发现他还是个妈宝男 停 我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的话 第一 从医学上说 我有剖腹产指证 应该剖腹产 第二 从法律上说 我有权利决定自己怎么生 最后 生孩子的钱我自己出 你们管不着 另外 通知你们一下 孩子生出来后 我要去月子中心坐月子 说完 我在护士的帮助下 躺上推车 出发去手术室 婆婆充满怨气的抱怨 从后面传来 剖腹产就算了 还要去月子中心 那我还来干嘛 这明摆着是嫌弃我吧 我闭上眼镜 不理会后面的狗叫 喝 我是在救女儿 也是救我自己 三 在我的坚持下 女儿顺利出生 我也没遭太多罪 出院后 我就来到了月子中心 这家月子中心 是我怀孕时就精心挑选的 不仅有优美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 有权势最专业的护理团队 上医是婆婆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 说女宝出生后要使劲挤乳头 把娘胎里带的毒素挤出来 结果宝宝挤过后得了新生儿乳腺炎 住院开刀折腾了好一阵才慢慢好起来 我又担心又心疼 月子里看到宝宝的小衣服就止不住的掉眼泪 婆婆却说他们那都挤 也没听说哪家出问题 肯定是我的母乳营养不好 宝宝吃了抵抗力不够 才生病的 高婷也怪我没有把孩子照顾好 我情绪低落 母乳慢慢没有了 身体恢复也不好 抑郁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种下了种子 现在我住着湖景房 美美地享受着专业母婴护理师 24小时一对一的贴心服务 宝宝全程托管 完全不用我操心 月扫 护士全程陪护 我只管吃好 休息好 每天做做产后康复 6吨月子餐营养到位 参加宝妈杀龙聊聊天 心情那叫一个舒畅 有专业的看护守着宝宝 婆婆提出几毒素的操作 自然被医生月扫一顿痛批 大妈你这可不能挤哦 我以前见过的 挤了就发言了 月扫抱着宝宝一脸鄙夷的对婆婆说 搞不好要全身败血症的 现在是科学养娃了 要听医生的 不能按着你们那落后的方法来 宝宝这么可爱 可别害了他 婆婆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在专业人士面前她不敢胡来 只能哼哼两声当作回应 我在旁边一边吃着补品一边乐 这月子中心来得直 四月子结束后 我搬回了家里 照顾我的月扫 我也一并请回了家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月扫带孩子 我也更放心 我私底下跟月扫说 孩子尽量不要让我婆婆带 有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就怕她又整出什么幺蛾子 这天我正在房间补觉 李可突然来了 李可和高亭是同村 两家住得挺近 后来高亭考上大学 成了他们村的名人 李可更是整天跟在她后面一口一个高亭哥哥的脚 李可大专毕业后 闹着要来大城市工作 高亭就走关系安排进自己公司里 说是可以互相照应这点 还帮她在家附近租了一间房 从此隔三差五的就要去她那帮忙 不是电脑坏了 就是水龙头出问题了 我曾经提过是不是帮的有点多 高亭一开始还解释 她就是个同村的小妹妹 刚来城市什么都不懂 有事她不找我还能找谁 以前她爸也经常来我家帮忙 后来说的多了 她干脆直接翻脸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吵吵个没完 我昏头了才跟你结婚 你在这么疑神疑鬼的 我可搬出去住了 有着精神多管管自己吧 也不照照镜子 都胖成什么样了 她不管我听了这些话有多难受 从里到外都散发出对我的厌恶 好像多看我一眼 都脏了她的眼睛 婆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是啊 念念你也要打扮一下自己吧 拉里拉踏的哪里有个女人的样子 看看你那肚子 比我还垂得厉害 哪个男人会喜欢吗 前世我信了高婷和婆婆的PR 加上抑郁作祟 默默地把错全往自己身上揽 前世虽说有婆婆帮忙带宝宝 但每做点什么 她都喜欢挑刺 不是说我 就是说宝宝 我宁愿自己多辛苦点 也不愿听她嗶嗶叨叨 带宝宝的活 我就大部分自己揽了过来 没有月嫂帮忙 加上睡眠不足 我整个人状态非常差 婆婆乐得当甩手掌柜 每天基本上就煮煮饭 其他时间就下楼和其他老人聊天 后来高婷就开始夜不归宿了 问就是说在公司忙工作 要不就说出差 我闹过一两次 婆婆又说我不懂事阻碍高婷发展事业 给压了下来 我算算时间 按前世的时间线来讲 我怀孕的时候 高婷和李可就出轨了 这时候李可应该肚子里已经怀上了高婷的孩子 无 李可是和婆婆一起回来的 月嫂带宝宝下楼晒太阳了 他们以为我也一起出去了 客厅里只听见李可讨好的说道 一一你把家里收拾的真干净 宝宝也养的胖嘟嘟的 我都羡慕死了 能给你当媳妇真是积了大德了 哎 真希望我也能遇到像婷哥那么好的老公 婆婆的马屁被拍得高兴 声音里透着一股子开心得意 哎呀可不是吗 又要搞卫生又要带孩子 可把我累坏了 正念在家啥也不干 怎么有人这样做媳妇的 在别人家还不给婆婆的口水淹死 也就我啊能忍得了她 呵呵 我在房间听得直冷笑 这一唱一喝的 她俩倒是关系好的像亲婆媳 看来高婷已经把和李可的关系和婆婆挑明了 婆婆以前是不怎么看得起同村的李可的 现在态度大转变 估计是李可哄她说 怀的可能是儿子 今天李可来我家应该是想给我个下马威 肚子里有了孩子 又有婆婆撑腰 这个家的主人位置 她是势在必得 一个急着抱孙子 一个急着做小三 真是蛇鼠一窝 都不是好东西 我穿上衣服来到客厅 她俩看到我在家 不知道刚刚说的话被我听到了多少 脸上都有点尴尬 我没理她们 拿起手机打电话 王姨呀 你明天早点过来 我把钱给你结一下 每天把家里打扫得这么干净 真是辛苦了 李可惊异地望着婆婆 婆婆的神色变换莫测 透着谎话被错穿得尴尬 你看这败家的媳妇 嫌我卫生做不干净 还要花钱请保洁 李可回过神来 大声附和道 是太乱花钱了 念念姐 你整天在家也没事 怎么不做做家务 做别人家的媳妇 还是要贤惠点 我坐在沙发上 不不紧不慢地喝着仙顿燕窝 哦 你也知道这是别人家 请问你一个外人 到我家来对着我指指点点 谁给你的勇气 我是这个家的房主 别说我花自己的钱 请王姨过来做卫生 就算我光给钱 不让她干活 这也是我家私事 轮不到你多嘴 李可想不到 一向柔弱的我 突然摆出主人的架子来 她嘴上没讨到好处 气得心口上下起伏 眼神望着我 渐渐变得阴啊 你你你 婆婆指着我 刚要发飙 我站起来擦擦嘴 不给她机会 我这个房主 可没请她来我家 她这么到我家来骚扰我 影响我的心情 我可以报警说 她私闯民宅 寻衅滋事哦 李可 我家不欢迎你 你最好以后都不要再来 李可灰溜溜的走了 婆婆也没再回来 当晚高婷就阴阳怪气的 冲我发了一通脾气 最后摔门而去 我落个清静 快活得很 你们慢慢气去吧 二六 经过几个月的磨合 家里有月嫂带宝宝 我很放心高婷变本加厉 直接把家当旅店 想回来就回来 对我也没有好脸色 我也懒得在高婷和婆婆身上浪费太多精力 于是重新回到职场 一门心思投入工作 前世怀孕前 我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是公司有史以来晋升速度最快的女性高层 在职业生涯正处于上升期时 我却突然怀孕了 公司认为我是可塑制裁 破例提出愿意给我保留职位 等我休完产假 再回公司继续发展 我很感激公司对我的照顾 也认为我有能力兼顾好工作和家庭 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 可婆婆却很不高兴 女人就是要围着老公孩子转 整天出去抛头露脸的算怎么回事 能挣几个钱 不把老公伺候好 男人还要他干嘛 高婷也给我灌迷魂汤 妈说的对 你就别出去工作了 在家安心养胎 不然你顶个大肚子还上班 朋友怎么看我 还以为我没本事养老婆 我还怎么有脸见人 彼时他刚和前任领导闹矛盾 跳槽到了一家半死不活的小公司 却以为自己要飞黄腾达了 竟然夸下海口说养我 结果公司业务一直滑坡 工资少得可怜 现在住的房子 还是我工作时挣的钱 全款买的 买房时他舔着脸让我把他名字加上去 说他的钱都给他妈在乡下盖房子了 等有了钱再给我 我想着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也就没跟他多计较 最后在高婷和婆婆的坚持下 尽管公司一再挽留 我还是选择了辞职 回归家庭 好在如今公司依然欢迎我回去 虽然之前的职位有人顶替了 但今年公司要开发一个新市场 正好缺人 这个方向前景很好 做好了是公司以前业务的几倍份额 我又熟悉公司业务 于是就让我来负责 接下来的日子 没有他们的拖累 我找回了之前的工作状态 又变回了意气风发的职场女强人 在我的带领下 公司拿下一个又一个大项目 市值蹭蹭往上涨 集团老总点名表扬我 我成了集团的红人 同事们也都说 还是公司风水养人 我变得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有知性美 甚至还有新来的男同事 打听我是不是单身 这天 我拿到了集团下发的职位升迁通知 比我以前的职位还要高上好几级 项目奖金也发到了我的账户 我仔细数数 有接近七位数 有了钱 我没告诉高婷和婆婆 自己到江边的新楼盘 选了一套带露台的富士大房子 现在住的房子太小 户型也不太好 完全是高婷说离他上班进才选的 江边楼盘离我升迁后的工作地点近 环境更不用说好上了好几倍 是市里的明星楼盘 所住户主都是非富即贵 拿着签好的购房合同 我不禁心里感叹 女人呀 这就是努力工作的意义 七 这天我正上班 月嫂突然发了一条视频给我 原来是婆婆抱着宝宝 正拿奶瓶喂奶 宝宝不知道是吃饱了 还是不习惯婆婆喂 一直扭头推开奶瓶 婆婆喂了几次 宝宝都不配合 她突然失去耐心 发狠一般捏住宝宝的鼻子 用力把奶瓶塞进宝宝嘴里 还恶狠狠地说 你个赔钱的女娃娃 给脸还不要脸了 给我吃 再不吃我打你了 宝宝被捏住鼻子 差点被奶呛到 吓得月嫂赶紧扔下手机阻止婆婆 我看了视频 顿时觉得血气上涌 这完全是在虐婴 月嫂语音一直跟我道歉 原来婆婆今天不知道 怎么心血来潮 突然要月嫂帮她拍一下 喂奶的视频 月嫂估摸着喂个奶 应该不要紧 就答应了 谁知道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我猜是要发给李可 展现一下 她是怎么做好婆婆的 月嫂还告诉我 宝宝现在会爬了 有时候好奇会爬过去找婆婆 婆婆不仅不理宝宝 还一口一个死丫头 赔钱货的叫 有时候给宝宝闹烦了 她甚至会动手 轻的还是推走 有时候力气大的 直接把宝宝灌到 有次月嫂去洗个水果 宝宝被灌的额头 差点撞到桌角 吓得哇哇大哭 月嫂吓得心惊肉跳 直骂婆婆心狠 我安抚好月嫂 心里觉得这样不行 虽然月嫂非常尽责 但也不可能时刻在宝宝身边 于是我趁婆婆不在家的时候 在家里给各个角落 偷偷按上了隐形摄像头 前世这时候 高婷已经跟我提出离婚 房子因为有她的名字 她要分走一半 我觉得是因为自己 没照顾好她和孩子 所以一直不同意离婚 还天真的认为 只要孩子大一点 我慢慢学会为人妻 为人母 我们还能回到从前 直到宝宝一岁那天 我自己带着宝宝出去买菜 准备给他庆祝生日 却无意中看到 她和大肚子的李可 正在逛母婴殿 两人手拉着手 举止非常亲密 边挑选小宝宝的衣服 边说说笑笑 高兴的时候 李可直接靠在高婷肩上 高婷则捧着她的脸 亲了好几口 任谁看都是一对 感情好的不得了的小夫妻 正准备迎接 他们爱情的捷径 不一会 二人挑选好一大堆东西 高婷贴心地帮她接过来 生怕她提东西累着 我站在马路对面 身前背着宝宝 两手提着重重的菜 那一刻心如死灰 抑郁占据了我全部的思想 裹挟着我无法挣脱 那天我回家做好饭 陪宝宝过了她人生的第一个生日之后 就走上楼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死后 财产字不用说 都落入了他们母子的口袋 我闭上眼 将这些不愉快的回忆彻底扔到脑后 我要用摄像头收集他们的证据 这一事 不仅要我来提出离婚 他们也别想从我这捞到半点好处 八 因为项目顺利 公司给我放了半个月假 让我放松放松 正好月嫂有事要回老家 我就给她也放了一周的假 还多结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她 这天我正在厨房切水果 突然听到宝宝在客厅大哭起来 我赶紧跑出来 只见婆婆正一下一下地抽宝宝的小脸 宝宝吓得直哭 小手挥舞拙想阻挡婆婆 可小小的她哪里是婆婆的对手 只能大哭着任由婆婆的巴掌落在小脸上 婆婆一边抽嘴里一边骂着 你个赔钱的东西 乱土奶把我裤子都弄脏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完还拿支架使劲掐宝宝的小脸 我一看这情形 心里顿时火冒三丈 快放开她 我大吼着冲过去 握着水果刀就往婆婆手臂一扎 啊 婆婆吃痛大叫 捂着手臂痛苦地蹲下身 只见婆婆的手臂给我扎了个大窟窿 血肉模糊 鲜血还鼓鼓地往外涌 她疼得眼泪鼻涕直流 颤抖着手给高婷打了电话 让她快回来 我抱着宝宝哄 冷眼看着她 高婷赶回家 看到婆婆一手的血 冲我破口大骂 正念你是不是疯了 九 我冷冷一笑 想起前世的遭遇 疯了 对 早在很久以前 我就被你们逼疯了 你问问你妈做了什么 看看是她更疯 还是我更疯 我又用看穿一切的眼神盯着高婷 我为什么疯 想必你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吧 高婷看着我的样子 想起李可 自知李亏 她眼神躲闪 心虚嘴硬道 关我什么事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伤人 她妈着急地对我落井下石 别跟她废话 咱们报警把她抓起来 呵呵 赶紧报呀 我还真怕你们蠢到忘记报警呢 来了两个警官 看到一地血 眉头紧皱 这是怎么回事 婆婆恶人先告状 她把我捅伤了 我抱着宝宝眼泪汪汪 警官同志 刚才她使劲打我的宝宝 我是正当防卫 你你你 婆婆气得直抖 用手指着我 我哪里打了 不过是骂了她几句 呵 还想狡辩 我家里有摄像头 你刚才做了什么 全都录下来了 警官同志 我调监控给你们看 而且她还不止这一次伤害过我的宝宝 之前我上班的时候 宝宝惹她不高兴了 她也会狠狠打她 警官看了监控 又看到宝宝脸上红红的手掌印 替我教育婆婆 你一把年纪了 怎么心这么狠啊 跟个孩子过不去 婆婆正着 还想过来打人 这个赔钱的女娃娃 劳弱我心烦 我不就打了她几下 怎么了 也就她妈以为她是什么宝贝 打都不能打 这要在我们乡下 我一天打她三次 你信不信 警官看婆婆完全不知悔改 还一副泼妇的样子 顿时生气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了 你还以为能随便打人啊 虐待儿童最懂不懂 可以把你抓起来 我告诉你 女娃娃怎么了 男女平等你不知道 这宝宝长这么可爱 说不定以后能当明星了 走 跟我们回警局去 好好给你谱下法 十 婆婆一听要去警局 着急的好起来 儿子啊 我不要被抓起来啊 你快想想办法 高婷扶着她妈 赶紧对警官说 警官同志 我们知道错了 这个警我们不报了 我们私下调解 你们看就不用去警局了吧 最终警官把婆婆狠狠的批评了一顿 同意让我们私下调解 警官刚走 高婷就恶狠狠的瞪着我 好像要把我生吞活泼了一般 我不在意的撇撇嘴 怎么 你也想动手吗 这个房子里到处都是监控 我可不介意让警官再来一回 我倒是建议你先带你妈去处理一下伤口 嘖嘖嘖 这穴跟开水龙头似的 婆婆苍白着一张老脸 明显失血过多的样子 从受伤到警官调解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警官之前劝过婆婆先去医院 她不肯 非要用伤口薄可怜让警官抓我 没想到却把自己给坑了 高婷扶着婆婆出门 我最后深深看她一眼 心里默默跟过去告别 高婷 我们离婚吧 高婷站定 却没有回头 语气里满是嫌弃和厌恶 好啊 对你我早就腻了 等会回来再跟你算怎么分财产 说完 二人头也不回的走了 呵 分财产 我分你个大头鬼 十一 他们二人走后 我简单的收拾了一点自己和宝宝的贴身物品 就住进了新买的江景房里 既然已经提出了离婚 我就不想在私下跟那二人再有什么接触 我要保护好自己 还请了市里有名的律师 有什么事他可以帮我处理 非必要我不用再露面 月嫂依然过来帮我带宝宝 他也早对婆婆不满 高婷几次套话想知道我的地址 都被他骂回去了 现在我每天在露台上喝茶晒太阳 看看满院子的花和江景 日子十分惬意 这天律师跟我说 高婷因为房产证上有名字 要分房产 呵呵 也不知道他脸皮怎么这么厚 一分购房款没出 也敢提出分房产 我冷笑着给律师发去几段视频 让他告诉高婷 最好自己签放弃一切财产的协议 刚装上摄像头那会 高婷和李可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估计以为把我拿捏住了的 竟然毫不顾忌的到家里偷情 我差点都要以为他们真的是真爱了 如果我把监控视频发到他公司去 他和李可婚那出轨的丑事的藏不住了 他们的工作还能保得住 终于到了开庭的日子 要说花大价钱请的律师就是厉害 一顿火力输出 高婷不仅净身出户 还因为出轨要付我一笔不小的精神损失费 高婷和婆婆脸上精彩的呀 嘖嘖 估计气得肠子都打结了 一出门口 高婷气势汹汹的往我跟前冲 我赶紧躲到律师身后 正念你这个剑 律师拦住他 让他离我一米远 高先生 二位的离婚协议已正式生效 如果还有什么事 请直接找我 我的当事人不会再和你们产生任何联系 如果你们再继续靠近我的当事人 我会代表我的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警 要是发展到寻衅滋事或者故意伤害 可就要负刑事责任了 高婷一个急刹车 顿时不敢往前冲了 只能用眼镜狠狠地瞪着我 我一脸无辜 那套房子我已经挂网上出售了 你最好赶紧搬走 不然你的东西给扔出去 我可不负责 高婷的脸更阴了 我懒得理他 就算他把眼珠子瞪出来 我也伤不了一点 就是这副丑样子太脏眼睛了 晦气 我转身上车 离这脏东西远远的 十二 高婷净身出户 又出了一大笔精神补偿费 那点可怜的财产几乎被掏空 李可见高婷变成穷光蛋 毫不犹豫提出了分手 转身去找公司的一个高管去了 高婷猛了 不是还怀着我的孩子吗 李可吃笑 人怎么能在一棵树上掉死 实话跟你说吧 我肚子里是李总的孩子 原来李可特别贪财 进了公司没多久 就爬上了李总的床 他一边跟高婷暧昧 吊着高婷 一边跟李总搞不清楚 没多久就怀上了孩子 他想拿孩子要挟他离婚 李总当然不答应 他只能收了钱 然后找高婷接盘 高婷气急了眼 冲到公司大闹 结果和李可同时被吵了鱿鱼 李可丢了工作 李总又不认这个孩子 他把气都发在高婷身上 二人大打出手 最后李可被打到流产 手术中大出血 子宫也没保住 婆婆心心念念的大孙子 成了别人家的 急得一口气没喘上来 双眼翻白 口吐白沫 救护车拉去医院 医生说脑梗死 后面的日子是要瘫在床上了 能不能恢复语言功能 还得看运气 高婷焦头烂额 过完这头顾那头 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没多久 他就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 只能回了老家 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比城市 李可和婆婆的治疗效果可想而知 听说他们的事传到了村里 大家都对他们两家指指点点 没什么人愿意和他们来往 李可嫁不出去 最后只能跟高婷凑合着过日子 二人天天吵架 吵极了就动手 再加上一个瘫痪的婆婆 真真是过得鸡飞狗跳 事情都告一段落 我开始了新生活 宝宝已经会摇摇晃晃走到我的怀里 软糯糯的叫妈妈 妈 妈 帅 此时宝宝正扯着一个男人的裤子往我这边拉 看清男人的帅脸后 我不禁感叹 高端小区里帅哥的质量就是好啊 郑小小 乖 放开叔叔 帅哥一笑 好可爱的宝宝 你们也是住着的吗 我微笑着回答 是的 你好 我叫郑念 晚安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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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